選前狂開支票 那麼選後就瘋狂跳票 我們先從宜蘭看起 其實最近大家 因為韓國瑜說中央卡前瞻 就發現這樣一路卡 卡 卡 卡韓 卡爐 結果現在也卡到宜蘭的林資廟 我們來看到這在選前 蔡總統到宜蘭助選 幫陳歐破造勢 那時候開出的支票 就是中央要補助300億元 全力支持宜蘭的鐵路高價化 結果陳歐破沒條 這是林資廟 國民黨的林資廟 綠地變藍天 當選了高雄縣長 沒有想到 這個局勢也就跟著轉變了 來看到宜蘭鐵路高價化審台報告 被交通部已不服 2018年2月的新規定退回了 要求重寫 重新評估 好 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新制評估的費用 大約還有2500萬 同時宜蘭的鐵路高價化的部分 我們看到從2015年第一次 正式提送交通部審議 至今歷經了5次修正了 宜蘭人等這個遲遲等不到 好 那麼說到現在 被交通部退回要求重寫 可是行政廠 孫昌說哪有 這都亂講 絕對不會特別針對誰 有不公平的地方 那麼這個是在宜蘭的部分 錢也卡住了 那麼再往南走 我們來看到台中的部分好了 林佳龍現在指出 國發會已經退回了山手線案 提醒盧秀燕要趕快重新提案 否則這個時間一拖 就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那麼時隔兩天 交通部發文請台中市 一個月之內重新檢討 山手線的計畫之後 再報回本部 當然現在盧秀燕希望 中央能夠全額補助山手線 那麼一直到昨天 就是在盧秀燕臉書上PO出來 兩個人在講悄悄話 他和林佳龍 他向中央喊話說 中央交通部預算這麼多 要編多一點給台中 但到目前為止 進度呢 進度在哪裡 我們還沒有看到下一步 關於山手線的後續 那麼回過頭來 在高雄再往南走 高雄當然因為韓國瑜一怒 還真的是逼出了進度了 那麼從韓國瑜也是翻轉高雄 之後開始 韓國瑜深夜直播嗆行政院 就在2月17號的時候 當時他就抱怨說 要我們把前瞻計畫重新改寫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麼蘇仁昌也立刻駁斥說 你不要喝醉酒開直播 滿嘴胡說 那麼現在主要針對的 我們來看看公文 是岡山路竹的延伸路段 那麼原定在去年12月12號 交通部要開審查會 但後來取消了 要求在通盤考量之後再送 那麼到了12月27號的時候 高雄市部已經有回文了 一 原定計畫推動給交通部 但是始終就沒有下文 過大概57天吧 到昨天我們看到了 回了回了 公文回來了 交通部通知要開審查會 就在3月4號 所以我們看到從北 中 南 這個是不是很明顯建設支票的部分 民黨現在就是在看顏色給補助 我可以這樣說嗎 剛剛那一題土豹子 還有豹子大賽跟現在這一題 其實觀眾朋友在我看來 也是同一題 因為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一個非常明確的訊息 就是在台灣現在政黨輪替 是要付出代價的 當你政黨輪替之後 原來執政的 那個縣市所提出的所有計畫 他現在沒有把你刪除 但是全部終止 山首縣一樣 高雄也一樣 宜蘭也一樣 我們現在想上一張宜蘭 因為宜蘭基本上 你從頭城到礁溪 到宜蘭 到羅東 到蘇澳 我剛剛講五個點 中間會有四段 這四段就是過去宜蘭人 他們所爭取的鐵路高架化 28.8公里 10年 然後送案是2015 所以如果陳歐破他選上現場 蔡總統講的補助300億 沒有問題 不用退回重新評估 現在林芝妙是說 我就用之前的那個案子 因為我們希望快 我沒有要改 就做 因為基本上 鐵路不是宜蘭縣可以規劃的 這是交通部去做 可是交通部現在把他退回來說 可行性評估你重寫 這是什麼 我不懂 就在刁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謙哥等一下我會聽你的告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陳歐破 當上了宜蘭縣縣長 需要重送嗎 因為這個已經 我已經講 他已經地方爭取10年 實際走公文都4 5年了 你在做什麼 我不懂 就是說陳歐破有沒有講說 如果蔡英文總統 我當上現場 是不是可以支持我重送案子 他說好 你重送 不是 是我就幫你做 而且我給你300億 再來看高雄那部分 我剛剛為什麼講包子跟這個是 同一件事情 大家看那個 我們昨天還在討論 前面我們剛剛那個下一張 他在12月7號的時候 就已經通知你了 當然這看起來 觀眾朋友我覺得政治任務 有時候會兩派胡言 就是說各自講各自對自己有利的部分 現在蘇院長跟交通部都講說 沒有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 新的市長要不要重新做 你要必須先提出一個證明就是 韓國瑜市長參選人 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曾經明確提出證件 或者是公開說過 我不要蓋高雄捷運的鋼山道路竹 所以既然他當選 但這個會不要開的 因為有可能他上來不做了 你才發公文 這個我覺得有依序 也沒有 好 畢竟你也發了 這個亞巴士皇你也吞了 12月27號高雄市政府 已經回文給交通部告訴他 我要辦了 今天已經是2月22號 昨天2月21 收到通知說 3月4號終於要開會了 中間這四個多月在幹什麼 所以我就說政黨輪替是要付出代價的 只要今天國民黨 我希望未來任何國民黨的縣市長 或者是國民黨中央執政以後 再被民進黨政黨輪替的時候 不要也來這一招 就是說明明是你國民黨提出的案子 大家懂嗎 馬英九過去有愛台十二建設 如果他連任的時候 是蔡英文 2012假設蔡英文當選 蔡英文說我繼續做愛台十二建設 可是中間還有幾個月 馬英九還沒卸任 全部重來 我不要了 給我屁嘴 因為這個案子是民進黨執政時期 包含了陸竹岡山的捷運 跟剛剛我講的鐵路高架化 這個原本民進黨的縣市長執政 都已經中央地方都有案子 你怎麼會退 所以我才講 這個案子跟剛剛講的 其實同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惠仁哥有點名 看到我講報紙事件 韓國瑜說法不精確 在這裡我要再講一次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就是說 可能你覺得說 對他有期望或怎麼樣 跟他不要友善友好 你就說他都沒錯 有錯 確實不是蘇貞昌 當院長之後所講的話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是可以道歉的 但是今天這個事情 已經從不同的角度來看 政治層面上我倒過來講 如果蘇院長第一天 反映韓國瑜市長的 這個所謂酒後直播 他是說我不知道有這個狀況 我現在看到韓市長直播了 我立刻去了解 今天之內我就會邀請他們 立刻開會 撥下預算 高雄人幫你打破 蘇昌院長這麼多高雄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 綠地變藍地 或是綠地變韓地 因為現在高雄人在看 原來是韓國瑜在直播之後 又被罵了半天以後 又被黃崇燕嘲笑之後 現在才終於要開會了 3、4號 對 你現在就在這裡 原來更在乎高雄地方權益的人 是韓國瑜 明明知道高雄所需所求 過去12年的陳曲加8年的謝唐廷 20年的執政情況之下 原本對高雄都很好 現在突然要卡高雄預算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市長已經不是民進黨了 所以民進黨根本不愛高雄 民進黨愛的是權力 這個對民眾的感覺會有質疑 再加上我還要講一句 高雄剛剛那個 就是輝瑩哥講到 許志傑跟陳志秋 高雄有9個民進黨立委 你們9個民進黨立委 有沒有跳出來幫韓國瑜講說 我要爭取地方預算 沒有 所以大家都撞到你知道嗎 他已經忘記 我是高雄的立委 高雄竟然沒有錢 不是一個市長出來 這個酒後直播被人家笑 黃崇燕是下四 我現在不是說崇燕他的政治資歷 畢竟你是 你沒有民意基礎 基本上他是下四 韓國瑜基本上是中四到上四 他已經上四了 下四打上四是很划算的 但是你今天一打以後 民進黨的傳統的支持者 我昨天也跟大家報告 就是這些農漁工 這些辛苦的 這些在努力生活的人 你現在居然 而且地域上來講 我們也必須講 過去高雄就是覺得說 台北天龍國 我們這邊是被遺忘 是二等公民 現在居然是有一個人 在幫我們爭取 還被人家笑到一吐豹子 那個人居然是韓國瑜 不是民進黨的 所以觀眾朋友 到我回來講 民進黨忘記自己的主流價值的同時 最後一句我補充就好了 因為我剛剛一直沒有插話 就是說就是論事 就是說如果政見方面 我跟另外一個政見人在那邊 唇槍舌戰 你都沒有牛肉 就是他跑去幫牛肉面大賽 好像是在反諷我 是 他是有政治意味上的反諷 因為很多網路上出現 土豹子一勇軍 我是土豹子 我驕傲 我報到 他在政治上是會有那樣的效果 而且3月中旬要辦 3月中旬正好3月16 就有兩場中的選舉 民進黨不懂事 這種時候還去搞這個 凝聚這些反民進黨的人氣 所以黃沖諺他道歉是可以指傷 他不道歉 其實會傷到民進黨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拋開政治 拋開選舉 光是以地方來講 潘恆去立刻講要辦 包子大賽的同時 韓國瑜今天中午講 辦包子大賽 我當頭 他還比他我當頭 大家都拍手就好高興 高雄市賣包子家店 現在要做美食的評比 吸引很多 現在很多人跑去高雄玩 又多了一項美食地圖 我可以去吃高雄的十大包子店 就觀光 舊市政來講 不管政治的話 這的確是一件好事 這也沒有什麼好像不要再辦的話 太刺激了 沒有 對地方的商家來講 高雄從此好像變成是台灣的包子之都 好吃的包子都在高雄 他又可以帶來公共收益 所以他是有不同層次的問題 最重要的那個點 從政治上來講 反而高雄人會在內心出現 一個很大的質疑 原來我挺民進黨20年 比不過韓國瑜一張市場兩個月 現在民進黨在修理高雄 因為韓國瑜 我們地方選民的權益怎麼辦 九個民進黨立委 有沒有站出來爭取 要開會 要預算 沒有 這才是民進黨最精細適合系 完全搞不清楚站的位置的地方 韓國瑜不是中勢 也不是上勢 韓國瑜是天勢 我遺憾 他是天勢 第二點就是說 為什麼高雄的立委 沒有出來講話 高雄當然要包高雄爭取 因為韓國瑜誤解了 這個預算的波及 是按階段 按執行 那個岡山路族的延伸段 已經動土了 那是要根據 實際的階段去撥款 所以現在沒有說 沒有預算好撥付的問題 這第二點 再來我要講 你剛剛講的這個 今天林之廟這個事情 很清楚鐵路高架化 是因為在去年2月修訂了 鐵路高架化審查要點 而同樣的這個標準 彰化嘉義 也是照這樣的要點 被退修正來執行 不是針對宜蘭 宜蘭這分四段 宜蘭郊西羅東 這四段 這四段林之廟是希望說 你一次通過分段執行 中央照新的要點是說 你要評估第一個 你這個四階段 羅東宜蘭礁溪投層 你是這個排序是怎麼樣 第二點 你有沒有先考慮其他 現在審查要點要求說要考慮 你是不是跨站 或者你繞道 或者你地下化 這三個都不可行以後 再來採這個高架化 這個是審查要點 還有新的審查要點 連林之廟今天都出來聲明 他接受新的審查要點下去 對地方財務分擔 他的致償率會比較有幫助 所以林之廟 剛剛中午有出來回應 你去查一下 林之廟認為說 這個宜蘭鐵路的高架化 這個已經不分藍綠 已經爭取多年 而且一直在爭取當中 所以他接受 他接受這樣的重回 重新擬定 針對我剛剛講的 因為這個每一分血案錢 都來自我們全民 所以沒有因為縣長換人了 審查就變成了 沒有 這很清楚 林之廟很心悅誠服的接受 你可以看他的答案 他說這個已經爭取不分藍綠 好嗎 嗜好嗎 我們不會有這個財務